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大數據是藉著客觀的資料庫 來拼湊出有意義的分析數據 在各行各業都是大量運用 現在就連警方也套用在治安的防治上面 在熱點來強化巡邏勤務 對陣下藥也果然就有成效 新北市保安警察大隊的員警 在五虎巡邏的途中就發現 有一輛車停在路邊 駕駛行機很可疑 對方一剛開始還老神在在的配合盤查 沒有想到就被眼尖的員警發現 儀錶板上面有毒品殘渣袋 當場就驗試劑來檢驗 確定有陽性反應 嫌犯才開始緊張了 還賴在座位上面不肯下車 警方是擔心他會發動爆衝 還把涉嫌持有毒品的駕駛 連拖帶拉到路邊 過程當中還有熱心的民眾來幫忙 警方也在嫌犯的口袋 查獲了二級毒品 當場仍張巨火